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首先作为介绍一下 我是豆豆 刚刚主持人已经介绍了很多 但是不得不再介绍一下 因为我的流程里面是这么准备的 好 这个我是一名探险家 大家都应该知道 在我环球的八年时间里面呢 我去过很多地方 一百多个国家 三百多个城市 五百多个岛屿 我上过七千米的高峰 也下过三百米的深海 当然也追随过龙卷风 也去这个 就是穿越过全球最大的洞穴 那我尤其喜爱的是 是神秘的百分之七十的世界 就是海底世界 所以我用潜水的方式呢 到访了世界各地的知名的潜点 包括南极北极西藏 世界的三极 同时呢 我也是用自主的方式啊 自主探险的方式去探索 挑战了人类从来没有去探索过的区域 像是五千米的高原高海拔的冰浅自由浅 那么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一直不停地旋转 其实呢我也是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 就是我刚刚向主持人介绍的 我是零距离拍摄过很多野生动物 像什么美洲鳄啊 阿拉斯加棕熊啊 北极熊啊 亚马逊巨蟒啊 或者是食人鱼等等等等 水下的生物呢就更加丰富了 大家耳熟能详的大白鲨牛鲨虎鲨 然后各种鲸鱼海豹等等等等 那拍摄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 是需要时间精力去积累的 所以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 我就像个陀螺不停地转 我在像一只没有脚的鸟不停地飞 来感受世界给我的各种惊喜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对自己有所反省 因为我一直在不间断地接受个人的成长 但是我忽略了很多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天我的哥哥来到上海找我 我特别地开心 因为他带着他的小朋友来了 我就很开心啊 就带着小朋友去了上博去玩 就上海自然博物馆 然后带他去玩的时候呢 临近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被一个电子的蒲公音所吸引 当时啊我就眉飞色 我的跟小朋友讲 你知道种子的传播吗 巴拉巴拉巴拉 然后在小朋友 听着小朋友一脸的懵嚷 然后最后我对着小朋友说 来现在咕咕讲完了 你对着电子屏幕吹一口气 这个蒲公音就能飞走 然后小朋友照做了 做完之后呢 我就问他我说 你看是不是跟你平时看到的蒲公音一样啊 你一吹他就飞走了 然后小朋友 就用孩童 特有的那种纯真 与纯净的眼神望着我说 姑姑 我从来没有看过蒲公音 当时我的心 就被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很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真正看过蒲公音的 能不能给我举个手 你看你多么的幸福 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 很多是需要通过冰冷的机器 来认知这个世界 现在的小朋友 他们可能会认得奔驰 宝马 LV 可以哭泣 但是他们不一定知道 含羞草是什么 蒲公音是什么 狗尾巴草又是什么 小时候 我妈妈给我喝 凉茶 大概会用一些什么 绝名籽呀 金银花呀 或是桑叶之类的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呢 他们对凉茶的认知 肯定是 王什么什么吉 加什么什么宝 不好意思啊 因为泰的这个不是商业的行为 所以对于商业品牌 我们得给他加个马 那像这种 他们的认知是非常的简单粗暴 截取式的 包括他们的眼睛 也越来越离不开电子屏幕 那孩童的眼睛 不应该是充满好奇的吗 他们追寻的 应该是树叶下的阳光 或者是被树叶 或者是被阳光晒得通透的夜迈 那才是他们应该做的 他们应该是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好奇心 充满了观察 这样子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 会有巨大的想象 与创造力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本来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创 包括我们的艺术 包括我们的法律 包括我们的设计等等等等 都是人类通过 从大自然的启示 借鉴感悟 而引发的种种的创造 种种的延伸的空间 与产品 大家可以知道的 像是蝙蝠跟雷达 或者又是蜻蜓 和直升机的关系 或者是博客设计的西尼哥剧院 还是我们中国的鸟巢等等 包括众多的科学家 他们对于科研 无非是因为他们出于好奇 所以通过他们的想象 跟数据的收集 信息的收集等等 才得以了一些研发成果 那我觉得吧 孩子永远是成人的引子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的社会成本和竞争的加剧啊 我们的压力是会越来越大 很多成人每天每日每夜的忙碌 因为他们需要加薪 升职 他们需要换车换房子 以至于他们忙碌到丢失了自己 他们已经变得非常的麻木 困扰 甚至是没有安全感 失去了对生活的一些美好的追求 与想象 那他甚至是很少 闲少跟身边的家人朋友去沟通 那更不用说 带着孩子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当他们有一天 发现 怎么突然城市的空气 变得那么不清晰 怎么突然 我们的河水不再清澈了 怎么突然 没有燕堤挖民了 怎么突然 我们平时都能够见到的燕子 也无从寻觅了 对于他们来说 陪伴无非就是丢给孩子一个手机 让他们去玩游戏 让他们去看剧 让他们安静下来 这是一种陪伴 但是他们也会有一天发现 我们的城市 已经被垃圾所包围 海洋也正遭受着 我们无法想象的塑料垃圾的污染 极端的恶劣天气 时不时的造访我们 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这时候他们才会想到 我忽视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 就像忽视了我们 渐渐老去的父母 或者是突然长大的孩子 正是因为我们的忽视 所以呢也出现了很多食品的安全问题 比如说 食品安全问题是我前段时间 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因为我家一个亲戚 突然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我们家那个六岁的小朋友 因为特别热爱吃番茄性早熟了 其实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身边的朋友 经常会听到 但是 为什么我们都无动于衷呢 因为那是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 永远是处于 我们感慨一下 过两天我就遗忘了 但是 大家是否认可一句话 我们都知道被开水烫疼 但是真正被开水烫到的感觉 是与知道被开水烫的疼 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都不会被开水烫到 那怎么样才能不会被开水烫到呢 那就是你觉悟了你与自然的关系 你知道了应该怎么去跟自然相处 或者是找到自己去解决这种方式 那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中药 小时候啊 我听说中药是特别有意思的 我们上一辈对于中药的理解 它是特别有效的一件药品 但是对于这一代我们来说中药像是个玄学 其实呢 它这个药材啊 是变了 配方还是一样 也就是说 枪还是那把老枪 子弹不一样了 那这个子弹为什么不一样呢 那这个原因就可多了 包括土壤 包括我们的水质 包括我们的空气 造就了 这个子弹可能变了 那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去 去思考去想的一个问题 以前啊 我总觉得 环保啊 自然关系啊 是一个非常感性的问题 其实它非常的理性 因为它现在已经到了我们 无法去回避的 环境和生存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又特别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有人在微博上跟我质疑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食物链的问题 很多朋友都会说 我们人类是世界上最顶端的 对吧 处于食物链最顶端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光从理论上来讲 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 大概食物链所遵循的 普遍的是这样啊 植物 食草动物 食肉动物 比如草 兔子 狐狸 我们是杂食动物 有科学家曾经对176个国家 进行了49年食物消耗的一个分析表明 我们的人类处于这个食物链的中间的一个位置 那顶级的补食者 它的这个营养值 营养级应该在5.5 营养级是什么呢 营养级是代表了这个物种 在这个食物网中的位置 而我们人类呢 只有2.21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中间位置 并不是顶端位置 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可以深聊 但我想表达的是 我们不能以食物链顶端的这个借口 来凌驾于其他的生命之上 我们一直从大自然里面索取能量得以生存 我们是否应该怀着感恩尊敬的心 去看待这些给予我们能量的生命 去做一些回赠 去做一些保护呢 因为我们人类 我觉得已经进化到现在了 我们不应该再进化食物链中的位置 我们更应该进化的是智慧与爱心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应该尊重他们 给予我们能量 然后不以浪费 不以取乐为目的 去对待这些生命 因为生产能力或者是科学技术 都不是我们人类 对自然造成危害的一些事情 最最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观念 以及我们的应用 这样才会造成一些自然界的危害 自然如果没有我们人类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人类没有自然呢 从商业角度来说 有投资才会有回报 但是近些年我们一直 一味的往自然索取 从来没有去回赠它一些什么 或者是很少去回赠一些什么 你觉得这个生意还有得做吗 所以希望我今天的一些话 就像蒲公英一样 在大家心里面种下 对自然对爱的一些种子 自然会有人浇水灌溉 等待它开花结果 谢谢大家 我是豆豆